科幻史上有这样一部炸裂到爆的电影 当年一经问世 就震撼了全世界 第一次看它的时候 我还在幼儿园里当副班主 但直到现在我都还清晰的记得 这个寄生在别人肚子上的四指猪如怪 曾经对我那颗幼小的心脏 造成过的那种强烈的 快要窒息的心理阴影 今天我们就来重温一遍 这部1990年上映的科幻烧脑电影 道格是一名普通的地球矿工 因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只能依靠出卖力气赚钱 但她的运气却好得像是恒星爆炸 家里不但有一台100英寸的全息电视 还娶了一个和你女朋友一模一样的漂亮妻子 而且丝毫不在乎她到底有没有钱 只是她最近一段时间里 总是会做一个相同的怪貌 她和并不认识的女人一起出现在火星上 好像这个更漂亮的美女才是她的妻子 每次从睡梦中醒来 道格都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于是她萌生了去火星定居的想法 但一向言听计从的漂亮妻子 这次却一反常态地坚决否定了她的提议 道格只得暂时作罢 但据火星的想法 还是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直到这天道格照常去工地上班 她在乘坐地铁的时候 看见了一种全新的记忆移植手术 她可以让任何人经历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而且体验和亲身经历没有丝毫距离 这让道格瞬间有些心动 于是在上班的时候 她和工友聊起了这些事情 但对方却说记忆移植非常危险 她的一个朋友就因为做了这个手术 差点被切除脑前叶变成了植物人 并且提醒她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道格经过深思熟虑 还是换了一身衣服 走进了这家记忆植物公司 在向前台表明自己的来意后 她很快见到了这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而道格也说出了要去火星的想法 经理立即滔滔不绝 讲起了记忆旅行的各种好处 这也让道格彻底放下了所有担心 决定马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火星旅行 但就在道格准备签字的时候 经理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 用游客的身份去火星旅游 已经是老掉牙的创业了 还不如换一个别的身份 这样才会更加刺激 看着屏幕里的各种选项 道格一眼就相中了秘密情报员的身份 听着经理描述这个身份带来的各种好处 道格的眼睛顿时发出了亮光 但经理说这个身份还需要加钱 不过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里了 于是道格毫不犹豫地签好了字 很快 他就被安排进了记忆植入手术室 紧接着医生给他注射了麻醉剂 随后按照道格的想法 给他设定了女主的身材和相貌 随着麻醉剂的药效开始发走 道格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 记忆也开始被植入他的大脑 可就在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前台突然告诉经理手术室 发生了异常故障 紧接着他就看见了正在发狂的道格 奈何三个人都无法制服道格 经理还在这时被道格掐住了脖子 眼看情况危急 医生急忙拿来麻醉枪 直到把一整瓶药剂都快打了 才成功让道格昏睡了过去 捡回一条小命的经理十分生气 他质问医生为什么连个小手术都做不好 可医生却说他们根本没有开始给道格植入记忆 销售经理突然意识到 道格在来公司之前 很可能就被人秘密植入过一次记忆 他现在的名字和身份都是假的 而拥有这种能力的机构 他们根本忍不起 于是就把道格塞进了一辆出租车 带出了公司 醒来的道格也是一脸的发懵 可机器人司机却一问三不知 紧接着就把他带到了附近的地铁站 谁知道道格刚下出租车 就被等在这里的公友拦住了去 两个人刚开始还有说有笑 然而下一秒 公友突然拿出一把枪对准了道格 并声称他泄露了火星的秘密 可在道格的记忆中 他们都是普通的建筑公园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火星上的秘密 但公友这时只想杀人灭口 道格突然下意识地展开了反击 从来没有打过架的他 竟然瞬间领悟了一击必杀的格斗技能 只是短短几秒钟就干掉了所有人 看着躺了一地的尸体 道格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随后惊慌失措地跑回了家里 紧接着在本能的驱使下关掉了所有灯光 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妻子 但妻子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辞 直到道格拿出沾满鲜血的手掌 妻子这才不得不相信他遭到了追杀 但道格万万没想到 妻子趁他去卫生间清洗血迹的事 竟然对他突然掏出了手枪 好不容易制服了妻子 道格这才知道 原来他现在的记忆都是被人植入的 他也根本不是道格的妻子 而是被派来监视他的火星情暴局特工 道格这才恍然大悟 像他这样只有肌肉的穷小子 怎么可能拥有一个言听计从的漂亮妻子 而此时追兵已经到了家门口 但妻子却还在想办法拖延时间 谁知道格现在根本不吃这一套 不过念在两人好歹夫妻一场 他只是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妻子一拳打晕了不去 等火情局的人赶来的时候 早就没有了道格的踪影 原来道格的妻子 是火情局特工头子的女朋友 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已经下了血泥 这时手下已经追踪到了道格的位置 而且不管他怎么逃 火情局特工总是能提前一步锁定道格 道格也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 在打退了一批追兵后 他直接跳进了正在行驶的地铁里 紧接着成功逃过了这次抓捕 但火情局很快再次锁定了他的位置 就在道格准备休息一晚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他身上被安装了追踪器 还有三分钟火情局的人就会破门而入 于是他按照神秘人的方法 将一条打湿的毛巾包裹在头上 这样就能暂时阻断追踪器的信号 神秘人这时又让他走到窗口 原来对方就在下面的公用电话亭 随后他会把一个箱子放在路口等道格去拿 直到这是道格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提前安排好的计划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的箱子差点被一个路过的老太太占为机友 而就是这么一耽搁 火情局的人已经追杀了过来 眼看情况危急 道格直接抢了一辆机器人的出租车 这才成功逃出了火情局的包围圈 随后他从箱子的电脑里得知了一切 原来道格曾经是一名情报人员 之前一直在火情局手下做尽坏事 就在几个星期前 他遇到了这辈子的真爱 打算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但他知道的秘密太多 最终被火情局清除记忆丢回了地球 这时录像里的道格说出了他们之前的计划 道格还需要再次返回火星 向所有人揭穿火情局的阴谋 但在这之前 他还需要取出脑袋里的追踪器